崔勇宜员公布585位明星偷漏税大名单?名单标题暴露真相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caver Road。 高调善合同举报娱乐圈偷漏税的行为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大力支持,不过也得罪了不少利益团体,崔勇宜员也经常在微博发文和他们互撕,互撕的过程中崔勇宜员多次透露自己手中还有更大的合同,之前他还透露过自己友谊抽屉合同,网友们对这些合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 不过崔勇宜员却再也没有公开删出过这些合同。 早前,崔勇宜员发文称已经把他认为由偷漏税行为的585位明星的资料发给相关部分进行调查取证,一时间网友们对这585位明星被感好奇。 11月13日,由网友在公众号发文称崔勇宜员公布了这585位明星的大名单并删除不分明星的截图。 从网友删除的部分截图来看,这里面几乎包含了娱乐圈从一线到三线全部的明星,我们熟纸的邓超、孙宏雷等口碑很好的明星也都涉及其中,看完名单后不禁让人打惊失色。 如果这份名单是真的话,恐怕娱乐圈内的大小明星都要从头换到脚了,其实仔细想想,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。 经过搜索发现,这份名单根本不是所谓的585位偷漏税艺人名单,完整版截图的标题暴露了真相。 这份明星大名单只是2018年中国内第一线、二线、三线明星榜单而已,而且发布时间是今年4月份,崔勇一元提交的585位明星名单是在7月份,前后整整差了三个月,这些营销号造谣都不仔细算下时间。 还好,这份名单目前还没有引起太大的热度,如果被传播开,崔勇一元就躺枪了,到时候游离也说不清了。